我沒有抖音 妳也不看抖音 沒有 等一下 等一下 妳不看抖音 我不看 為什麼 大家都在看耶 我可以花更多時間在別的事情上 我要考別一女 想請問一下就是 妳們是高中還是國中 我有雙條 妳們是同班嗎 沒有 那為什麼會走在一起 因為我們剛剛比較好 對 那班上都沒有好朋友 有 會發一個 好 直接更換主題 妳為什麼被霸凌 讓我們聽聽她怎麼說 因為被外有一些 就是根本就沒有的事情 然後就被霸凌 然後被罵原X妹啊 然後其實又掛了一大堆 等一下 外裡有什麼東西 就是說什麼 今天在這裡平反一下 誰弄妳 因為我會化妝 然後真的只是就是 外的遮黑眼圈 因為我黑眼圈很重 然後就是什麼 我化妝都是為了去勾引學長啊 什麼的 因為那個女生一開始跟我很好 然後後面 我有時候跟她說 哪個男生比較好看 然後有時候也會跟一些男生玩得比較好 然後她就會說什麼 她好像都跟很多個男生搞在一起 然後說不定都有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為什麼要這樣啊 玩得比較好的女生就要被欺負嗎 我也很喜歡跟女生玩耶 妳下去 他們有 真的有實質證據還是什麼嗎 沒有 而且還罵一些很難聽的 然後我的考卷 到現在都還是會被踩 妳沒有做做事情對吧 沒有 在這邊我們摸良心 來 我為妳平反 妳有沒有做做事情 真的沒有 妳有沒有去勾引別人 沒有 妳只是為了自己想要好看而已嘛 對 好 外流什麼東西 她們傳什麼外流 因為我的名字有一個字是圓 對 然後它就說什麼 我就是圓妹什麼的 妳真的是垃圾小孩耶 這是有病嗎 妳如果今天妳假設妳長大 妳女兒在外面被人家這樣對待 妳會開心嗎 好氣喔 怎麼可以這樣啊 妳有什麼話想跟80年那些人說的 我最遠這些人的小孩 以後都會像我一樣這樣被對待 對 所以如果不想要從現在開始改變好嗎 不要去欺負人家 真的有一天妳會被欺負的 就這樣 好 那妳姐妹妳看在眼裡妳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糟糕 妳覺得它很糟糕嗎 我覺得它不會很糟糕 就是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優點跟缺點 然後缺點的話 如果妳想要把她當好朋友的話 就是可以提醒她 然後讓她改善 不是把她的事情就是更造謠 讓所有人知道 我問一下如果今天當妳們遇到一個女生 她是一個很特立獨行很有她個性的人 但是她沒有去傷害別人 她會做到自己 妳們會怎麼對待她 我反而會想跟她當好朋友 就是我覺得很酷 對 OK妳呢 就是看是什麼事情吧 因為特立獨行有分很多種 然後她的特立獨行如果是那種就是 不傷害到其他人 然後也不會做什麼事情 就是不管是網路還是現實上面 任何事情都沒有傷害到其他人 然後就不管是肢體還是言語方面 都沒有的話 我會希望就是在學校乖一點 把她在外面的樣子收一點 然後就很想跟她當朋友 OK 現在我們遇到一個 特立獨行的女生 請問一下妳的姊妹在妳前面 妳有什麼話想跟妳的姊妹說的 因為是妳陪她從頭經歷到尾嗎 對吧 妳有什麼話想跟她說來吧 我希望她以後就是可以 就是如果面對不了的話就跟我講 然後如果 如果真的承受不了的話 那就希望她每一天 去做一些她自己開心的事情 妳有什麼話想跟妳的姊妹說 很謝謝她們在我需要幫助的時候 一直跳出來幫我 然後也安慰我叫我不要自殘 妳自殘喔 我看 以後不能喔 好 好不好 好 真的喔 真的 不可以喔 好 來 隔空打勾勾 蓋章 好 OK 你們可以擁抱了 來吧 喔唷 我姊妹真的很棒耶 以前我被欺負 怎麼都沒有好兄弟啦 哈哈 那姊妹呢 姊妹就欺負我那個 誰敢逼我慘啦 姊妹就欺負我那個 好OK 暖心結束 我們要回座我們今天真正的題目 請問一下 妳們最常用的是哪一個 指出來 那最不常用的 這什麼呢 這個 沒感覺 那是推特嗎 不是twitch 這個是推特 沒有 Twitch是打遊戲的 是直播的 最常用IG是 為什麼 你要推特 除了推特以外 你們還有哪個是最不常用的 推特 為什麼 因為 很像老人在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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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是老人在用的 那很多數啊 那妳會用FB是為什麼會用 如果要用 要找我 現在FB是媽媽要找 才會開的一個社交平台 我的媽啊 好那妳呢 我應該也是吧 那妳開FB的原因是什麼 可能也是家人要找 不然不會開 所以今天只要你們發文 不想被家人發現 妳就不要發到FB 其他地方就好了 有用過小紅書嗎 有 排第幾名 第二 第三名 那我可以想像而知 第二是不是抖音啊 所以 第一名是IG 第二名是抖音 第三名是Youtube 四名小紅書 第三名是小紅書 第三名是小紅書 第四名是Youtube 對 OK 那妳們怎麼會看過我的影片呢 我有視頻感 好那妳對我們這個頻道 說一句話來 3 2 1 很好看 然後我現在有超希望 訪問到我們學校了 我現在到了 好 現在訪問下來有什麼感受 很開心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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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來看影片喔 好 好 同學妳們好 今天來到 你們是國中還高中 國中 我來到海山高中 為什麼訪問到都是國中生啊 因為有高中生 高中是已經放學了嗎 對 為什麼妳們這麼晚放 對 為什麼妳們這麼晚放 什麼比賽 排球比賽 所以妳們是體育很厲害的女生嗎 還行吧 還可以 所以妳們會看那個麻排球少年 會喔 轉移動 我會聽一下好了 妳最喜歡哪個角色 我會聽一下好了 妳最喜歡哪個角色 是喔 妳呢 我會看 妳為什麼可以不看 妳回去給我看 好… 最喜歡日向了 傳球給我 二次傳球 好 OK 我們接到訪問的題目 第一題是有關社交媒體的 妳們覺得妳們最常用的是哪一個社交軟體 IG 妳也是嗎 對 那最不常用的呢 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我不知道 沒錯 恭喜答對 好 OK 這個可能比較主名成年人的部分 除了這個以外 最不常用的是什麼 抖音 我沒有抖音 妳也不看抖音 不看 等一下 妳不看抖音 不看 為什麼 大家都在看耶 我可以花更多時間在別的事情 卡卡比一女 祝妳成功 成功又要來留言知道嗎 有 妳現在國籍 我餓了 還有一年的時間 妳為什麼不用臉書 妳覺得臉書是一個什麼樣的軟體 老人在用的 就是 就是老人 對啊 一定老人啊 可是上面很多新聞可以看耶 我可以開臉書 你們可以看電視不能開臉書 你們才是老人吧 有任何開臉書的機會嗎 有 例如 翻裙 對 你也是 這裡面哪一個是妳 我是版的 你看得懂對吧 對 那就沒關係 好任性的主持人 我覺得不行 請問一下 這裡面哪一個是妳最常用的 IG 最不常用的 來 沒看過 最不常用這個的是誰 舉手 好有三個最不常用是這一個 那這個是誰最不常用呢 那這個是誰最不常用呢 等一下 最不常用代表只有一個 可是都沒有用嗎 應該說這裡只有1 2 3 4會用 沒有 那妳 妳會用推特 我會用推特 幹嘛 就比較綜合的 OK OK 這是妳喜歡的平台 有時候會看 有人在用臉書的嗎 有人在用臉書的嗎 沒有 沒有 騙人的 騙人的 我阿姨在上面買一個手機吊繩 然後被騙了2000 那妳阿姨怎麼會買 花2000塊去買一個手機吊繩呢 錢比較多之類的 OK啦 OK 最常用的是IG 然後最不常用的是推特跟小豪書 那想請問一下 YouTube跟抖音哪一個比較常用 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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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有看過我們頻道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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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憐啊 妳有 妳有 那妳出去 最不好用的 是 是會常用的 對 常用的裡面最不好用的 應該是 對 Youtube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Youtube有太多廣告了 對 而且還要花錢 我會看一個沒有廣告的影片 我還要花 爛死了 妳不看廣告我怎麼生存呢 那不是我的問題 對啊 我們就是要看影片 我們沒有要看廣告啊 所以妳覺得 妳說的廣告是那種 不可跳過的還是業配 都有 他就 他就強迫我看我覺得很不少 對啊 如果你今天已經躺好 你今天只要有支持 你把手機架好了 你還要再把手伸出來 去按那個姿勢 那太麻煩了 喔我懂 反正妳今天就是我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手機擺在那邊 我不要再動了 對 對 不要逼我看廣告 對 大家好我是謝民 這一集的主題 社群軟體大調查 那在開頭的時候我們訪問到了一位被霸凌的女生 傳言型的霸凌呢很真實也很常見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放出來給大家看看 這種霸凌很難去怪別人 因為它就是人性 不只是在學校裡面很常見 你出社會之後更是可怕 只要你特地獨行 只要你不想辦法融入人群 只要你沒那麼會做人 你就一定會被議論 因為社會有它的生存法則 有沒有例外 我很少見到那種完全做自己 但又很成功的人 背後所承受的壓力肯定是你沒有辦法去想像 大家都喜歡八卦、傳謠、讓自己有參與感 那也因為每個人都有評論一件事情的權利 所以說你也沒有辦法一直去應付那些匿名又不喜歡你的人 所以在這裡想送給大家兩句話 第一句話 只有克服自己的恐懼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第二句話 一個自責的目標不是追求幸福 而是盡其可能的避免不幸 這兩句話其實是完全完全不同的一種活法 那也不知道你們會怎麼用 或你會不會用 但反正我就是送給你啦 就這樣 我是建民 祝你成為理想中的自己 就這樣 下次見 掰掰